记者邱浩棠台南报道,针对去年10月由时任台南市长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所提出的台南沙伦国际集影城立委陈廷飞今日要求文化部年底完成外国团队评估后,务必尽速提出整体开发计划,才能接此带动台湾影视产业,进一步带动台南的观光发展。 陈廷飞表示,去年10月16日在国际大导演李安基级促成下,台南沙伦农场预计将成为国际级的影城基地,时任市长的赖清德也迫不及待用脸书分享给市民前行政院长林全也拍板定案。 为此,陈廷飞今天持续向文化部追踪进度,掌握到文化部在今年4月以为由外国专业团队进行环境评估,并预计在12月底前完成评估。 尽管影城未列入前瞻计划,但陈廷飞表示,未来还是希望以专案来处理,尤其是该案已由赖清德和林全拍板定案。 文化部一定要如期完成这项重大建设案。 陈廷飞指出,未来台南高铁特定区将有沙伦影视天场基地和绿能产业科学城不但可以相得一张,更可以让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一个台南新地标,建议带动台湾整体新的影视产业,培养更多的影视文化产业人才,并进一步吸引和带动台南的观光发展。